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平临步道深度体验之旅 23号特别安排民众亲近平临茶农生活 在台湾蓝雀环境友善茶园中 体验采茶过程 戴上斗笠,穿其采茶服装 在太阳底下亲手采摘茶叶 大家都表示很有趣 不过也觉得茶农真的是很辛苦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最近举办平临步道深度体验之旅 23日这天特别安排参与活动的25位民众 前往平临余光里的台湾蓝雀环境友善茶园中 敌验采茶过程 茶园主人许金佑首先介绍了平临当地的茶产业 以及这里最著名的包种茶特色 并且亲自为大家示范如何正确采摘一心二业的茶青 戴上斗笠,背起竹篓 大家都很认真的动手试试看 不过大太阳底下采没多久就已经汗流浃背 手指头也隐隐作痛,腰也酸了 这才觉得采茶真的是件不简单的工作 我刚采一下确实觉得很辛苦 因为你这样采的话 这个手事实上是久了又会痛 所以在这边的像以前年纪大的那些婆婆 我觉得她们很厉害 竟然还有办法这样采 我觉得她们很厉害 像你看现在都已经接近正中午了 然后来采茶还要低着头然后弯着腰 其实你时间久了一定会腰很酸 对啊 然后中午蛮热的就会流汗 而且还是要保护 然后包着这么多就是真的蛮热的 这次民众来到的这片茶园 是在地茶农许金佑所有 已经传承期待 近年来在环保意识抬头下 许金佑也开始从事有机栽种 能够在健康的农地上收成茶叶 大家都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 而主人许金佑也期盼 能够让这些都市的民众带回满满的收获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采茶 可是今天的是邮寄的茶园嘛 对那茶叶的那个长的那个样子啊 就看得很高兴 他们从采茶制茶到喝茶 可以体验到茶叶的文化 那是一个就是提升我们国人对这个茶叶的了解 那是更好 很多游客他们甚至来坪林 只是在老街 只是在店家里面去走访而已 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么深山里面来 跟真实的茶农对谈 那我们希望的是可以让更多游客 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的茶农 让茶农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可以告诉大家 就这次的坪林深度旅游 游客们来到坪林 不再只是走马看花 喝喝茶 买买茶 更进一步了解了采茶的方式 茶农的故事 还有茶学文化 融入当地最真实的生活 记得深屏张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 这字幕讲明文化 有没有 当然